那我们现在是可以把时间交给台下的菩萨们 可以向老法师提出你的问题 那么可以呢 现在是我的工作人员会准备好 那么如果有问题 请举手 静谷法师 您好 我是理工大学的一名博士生 我最近呢 一直在看金刚经 我挺喜欢的 我看到因无所助而生其心这句话的时候 感悟非常深 当然我后来才知道慧能大师通过这句话就是顿悟 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心中一直到现在也挺纳闷的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我碰到那些生活比较穷苦的人 或者碰到那一些比较清贫的 比如说我认为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 我心里总是感到所谓的说有慈悲心吧 我总是非常非常真心的想帮助他们 而且也尽力地去这样做 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当我碰到那些我认为他们生活得比较好 所谓的上层建筑的人 或者是所谓的富人吧 我当我看到他们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我内心中没有跟遇到穷人那样的 我老觉得好像这是应该的 是的 因此就 好 你的问题是 我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 我读了金刚经 我觉得好像这是不应该这样子的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来解决这个 我这个思想我自己消除不去 谢谢老法师 金刚经它的宗旨是破执着的 执着是我们民心见信的障碍 这两句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你要了解 生心是生什么心呢 大慈悲心 因为你现在对贫富还摆不贫 所以这个不是慈悲心 你的慈悲心没生出来 慈悲心生出来之后 你要记得是无助 无助是什么呢 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就叫无助 你心里面还有执着 还有分别 那妄想更不必说了 妄想起心动念了 当然是有了 那你这三个都有 你的心是有助 不是无助 所以慈悲心发不出来 慈悲心真正发出来的 是平等的 对穷人 要爱他 要帮助他 对富人也帮助他 富人怎么样 富人有富人的可怜处啊 他可怜在哪里 他没有智慧啊 他最有富 你看他没有富 他不会做善事 他不会急功累得了 所以你要帮助他 要帮助他开悟 那穷人的时候 你要帮助他 首先帮助他 解决生活问题 然后啊 要提高 帮助他 提高的时候 帮他 也帮助他 破灭开悟 转帆成圣呢 这就是菩萨思业了 所以 今天整个社会的问题 不仅是国内 全世界都不例外 处在什么地方呢 处在教育上 我们中国 谚语有一句老话说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所以有人曾经问过我了 解决问题 这问题就是 有问题来了 怎么办 我说你看 你看两三岁的小孩 三四岁的小朋友 他碰到困难了 他怎么办 就找他爸爸妈妈吧 这不是很正常的现象吗 那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出来了 社会问题出来了 怎么办呢 找老祖宗啊 老祖宗在哪里啊 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尖叫 就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所以你如果真的能够 修孔子 幸而好古 中国的历史 外国人很赔负 外国人学中国历史 感觉到很惊讶 这么大的族群 这么多的人口 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五千年来 长治久安 他怎么能做到的 我就遇到很多 在国际会议上 好多人问我这问题 这很羡慕的 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 这个国家 为什么 为什么 没别的教育 中国人懂得 建国军民教学为先 他把教育摆在第一 你看在中国过去 就政治上 这个设施上面 教育摆在第一 宅相底下六个部 第二个部 礼部 礼部是管教育 礼部上述 那是教育部长 宅相有事情不能适私 礼部上述代理 换一句话说 所有一些设施 是为教育服务 他才能长治久安 那现在大家不听古人言 把教育放在最后 把什么能力放在第一 把利 经济放在第一 这个糟糕了 经济放在第一 是人之逼真 他制造动乱 制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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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争 那这就没法子了 所以这孔 孟子 两千五百年前 孟子见梁慧王 不就讲得很清楚 梁慧王想把利 把在 孟子就劝他 利是人之逼真 应当把仁义 放在前面 一个仁义而已 何必就越利 这小的 利放在前面 这社会就动乱 没完没了 绝对不会有 安定和平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 他不把利放在 利清时 把仁义道德 放在第一 每个人都懂得 仁义道德的时候 他心里是 安定的是和平 所以外国人 他的理念 我也跟过 外国的时候 一些教育家 碰到时候 我说 那美国吗 我说美国 从幼稚园 是不是就叫竞争 就是 是啊 那我就告诉他 我说竞争再提升 是什么 你晓不晓得 他看着我 我说竞争 提升 是斗争 斗争再提升 就是战争 现在战争 是僧化和武 是同归于尽 毁灭世界 这死路一条 我说东方中国教育 不是这样 从小叫什么 叫让 忍让 谦让 离让 从来没有增过 所以他是和谐 就是木道理 所以今天世界的问题 就是把古时候的古圣先贤 能离道德英国的教育 越远 收获了 才造成今天的整个世界的混乱 如何挽救呢 你看联合国 我参加了十几次的估计会议 联合国主导的 开多少会议 从七十年代开到现在 大概我就估算它了 开了三十七年 世界越开越乱 让这些参与会议的这些专家学者们 对于和平信心都失掉了 我们参加之后 有这个缘分参加之后 把中国传统的礼教 跟大家做报告 他们听得很稀奇 没听说过 但是会后就说了 来告诉我的 法师啊 你这是理想啊 做不到啊 他没有信心的 孔子兴而好古 他没有啊 他这条完全没有啊 那逼着我怎么办呢 不能不做个样板给他看 所以我们就在汤匙 做了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是两年多了 实验是非常成功 难得 这我们祖宗有德 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在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 办了一个大活动 三天 我们把汤匙经验向大家介绍 九十二个国家的代表 他们听了很惊讶 都想到汤匙来看 来参观 来学习 这是好事情啊 中国传统的东西 不是这个理想可以落实 人民是很好教的 我们在汤匙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半年社会风气完全转变 证明说人民是好教的 宗教是可以团结的 能够团结宗教 能够把人民交好天下太平 什么事都没有了 所以和谐社会 和谐世界 不是理想 是可以落实的 所以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 我们懂得真正的意思 无心 而生 这个应无所住 最简单的就是 没有自私自利 不要住在自私自利上 不要住在明文立养上 而生其心的时候 我们是身心 身的 慈悲心 贡献我们的智慧 贡献我们的劳力 为社会 为人民 为全世界众生服务 这就对了 好 还有请问 中间的老法师 你好 各位朋友们 大家好 老法师 我姓林 我来自深圳 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本质法性 是不是违心的 还有一个 在修持方面 在常定 那个心无意缘 跟那个念佛 心念一处 是不是同个道理 谢谢法师 是同一个道理 不过这个道理很深 能真正理解 是不容易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不能够细讲 这是我一开头 跟诸位提出来 宇宙从哪里来的 生命从哪里来的 是从自信变现的 自信里面 没有物质 也没有精神 换一句话说 它没有这个世界 也没有这些云云众生 而且呢 这个不但没有 因为时间空间都没有 所以时间空间不是真的 都是从妄念变现出来的 所以这个是 你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搞明白 然后才知道 如何随顺 这个信的 所以道 这道的两个字 道 我们简单地解释 就是大自然的规律 大自然的法则 它不是人为的 完全是自信 道就是自信 随顺自信 就是德 那么若在人是 这一方面的 那就是五轮 所以五轮是道 你看 父子是道 父子不是哪个人创造的 不是哪个人发明的 它是自然的 那夫妇是道 君臣是道 这领导与被领导 这是这个是道 都不是人创造的 朋友是道 那德是什么呢 随顺道就是德 父子有亲 这个亲爱就是德 君臣有义 这个义就是人义就是德 朋友有信 信就是德 夫妇有别 别就是德 它有不同的任务 所以凡是随顺道的时候 就是要德 违背这个道的 那个麻烦就大了 自己灾难就陷进了 人如果不遵守 人亦离之心 这是德 不遵守这个 那社会怎么会不乱呢 现在人齐心动念 都是顺人利己 没有想到善 而且也不相信 现在最可怕的 不相信世间有善人 认为人都是我 没有善的 这个很可怕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一定要做个善人 善人做得很辛苦啊 不但不感激 你知道吗 还尽量回报你 陷害你 找你麻烦 那怎么样呢 我们还是要做 决定要做个善人 做到底 那别人回报我们 侮辱我们 陷害我们 我们还是以善心善意 回报他 到时间长了 随时久见人心吧 时间长了 他会反省 他一生当中 没有遇到这么一个好人 想一想 那个人还不错 我怎么样害他 他都没有生气 都没有报复 他有良心啊 一定要让他良心发现啊 一年不行 两年 两年不行 十年 十年不行 二十年 肯定有一天 他良心发现 哎呀 那个人是好人 我对不起他 他就回过头来了 所以一定要做好人 一定要做好榜样 学为人死 行为示范 这才真的能解决问题 帮助自己 开智慧 断窝 修缮 专迷 维吾 也能够感动别人 那就是帮助别人 自利利他 不成就自己 没有办法 感动别人 就是没有法 帮助别人 所以这个利他 必须要自利 自利其实 就是我们想教学 要教他 自己一定要学好 自己没有学好 不能教别人 自己做错事情 要敢于 承认 忏悔 改过 自行 这个不丢人 古人所说的 人非甚闲 数能无过 过而能改 善莫大也 最重要的是懂得改过 佛门里面的忏悔 就是改过 忏悔 不是求佛 菩萨饶恕原谅 那你就错了 忏悔真正的意思 后不再走 所以佛家最清闲的 讲这个觉悟 开悟了 什么叫开悟了 知道自己的过失 就开悟了 修行呢 把自己过失改正过来 叫修行 这是真的 如果不知道改过自行 天天念佛没用啊 天天拜佛也没用啊 一定要知道改过自行 那个善莫的标准 这个佛经就是标准 佛经是从自行流出来的教会 你只是依照这个标准 天天节点自己的过失 那我们现在用最基本的 地质规感应片 十善业 十善业不可以侵蚀 佛法建立十善业的基础上 所以在小城 十善业展开 三千位置 三千条 在大城呢 就是八万四千细心 十善业展开的时候 给你讲八万四千条 归纳起来就这十句 从这个地方下功夫 圆满 圆满就成佛了 所以十善业道 小城圆满 正好罗汉古 大城圆满就成佛道 所以它基础在这里 我们把基础俗获了 学什么东西都是假的 那现在十善为什么学不好呢 基本功没有 所以中国这个集成了 大成佛法了 它是有道理的 所以中国得列于古时候的家教 古时候的家教 教什么 就是教弟子鬼 教干一片 从什么时候教起呢 小孩生下来 就开始教 一生下来 他眼睛张开 他会看 他就会听 他就在模仿 虽然他不会说话 所以大人 他的父母大人 在他面前 言谈举止都要端庄 为什么 他在学习 决定给他正面的 不可以给他负面的 所以中国言语所谓的三岁看八十 七岁看众生 那七岁还都没上学 学前教育 已经把一生的根都砸好了 这个太重要了 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 十善一道 中国人学起来轻而易去 这底子好吗 现在为什么学不成了 没有记错了 那小时候 弟子规没修 感应篇没修 所以这个十善业就困难了 那现在我们要真正干 必须还要回过头来 去补习 小时候没有学过的 认真来学习 我们重新砸三个根 才有前途 没有这三个根 全是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一定要真干 真干就要砸根 老板师在这里补充问一句 就是我们可能要 砸好自己的根底 让对我们不好的人 要感动他 要让他自己发觉 我们是 他总是好人 但是我们在 比如说 如果他是十年后才开悟 这十年他仍然骂我 在他没有开悟 我是好人之前 我能做到什么呢 他又继续骂我的话 我的根底也不是那么好的话 有没有一些 因为香港是一个 比较功利的地方 所以我问了这个问题 好 我答复你 他不断地骂我 我不断地赞叹他 我不断地感恩他 为什么呢 他替我消业障 这真的不是假的 他帮助我修忍辱波罗尼亚 他帮助我开智慧 他是我的恩人 这个道理要懂 这才让我们自己真正掌成了 所以 这个骂我的 毁谤我的 这个陷害我的 都是大恩大德 恭喜同学 好 我们把时间再交易 看下来的观众 我一会儿会给机会 上面有没有 麦克风 或者我们都给机会 上面的同修 那边我看到 有没有工作人员 帮帮忙把麦克风 拿到那里 上面拿位 拿麦克风 那位同事在哪里 或者我一会儿先给机会 或者把麦克风送上去 那我们先在下面 那一会儿我会给各位同修 去问清楚 有没有下面 是 将 同事那里 中间 后面 后段一点的 那如果你先拿到李文 好 我有一个问题 因为是我家族上面的问题 好多年了 但是我学佛的时间 不是很长 一直在心里想问你 但是我有写过 但是我有回大陆 所以没有听到这个问题 不知道你有没有回答 因为我家族 可能好多代 都是 每一代都会出一个阴阳眼 可以和众生沟通 还有会出现 家里会出现一个人 可以给那些 现在的人来看病 有些会有神经病 或者是自闭 或者有得什么癌症的 就会帮他们 算是消灾吧 可是我学了佛法以后 我觉得可能会有点问题 我父母 现在还是 因为我弟弟他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现在也开始 以前是很小的时候 就有阴阳眼 他乱讲话 我妈妈天天打他 就是说他很害怕 就是打的他只有戳一十五 才可以看见 但是他说是观音菩萨附在身上 就说等他大了 结完婚以后 就可以给人 就要给人看病 但是我弟弟就很 现在就结了婚 然后就生了一个龙凤胎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然后今年就开始 开始给人看病 但是每次好多人来找他看病 就是总是个人 看一个就好一个 但是他开了养猪场 因为我学佛以后 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撒业 我就想不让父母帮忙 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播 我只是想出一个女儿的孝心 想为父母祭典福报 请师父指教 阿弥陀佛 因为是时间的问题 我们再 法师 我们再收两个问题 然后让你综合回答 好不好 这是第一个 然后楼上的麦克风 送到上去了吗 谢谢 好 我们把机会交给楼上的朋友 这是第二条问题 老法师 我有个问题 我今年呢 大概四月份开始学佛 上次也有去听您讲过一次 那么我算是也比较精进 那么每天呢 就念那个《无量寿经》 然后也每天晚上下班呢 就看一下碟 但是我老觉得这个功夫不得力 那么最近呢 我就在想 是不是应该到这个 比如说 卢江那个实际寺 去住上三个月 旁边的有师傅指导一下 这样的话 那个境界能够提升的快一点 这是我的问题 谢谢 好 谢谢 这是关于是不是 学佛应该不得力 应该注视 好 第二个问题 最后一条问题 我们把机会交给这一位 对 请你对对对 把麦克风交给这一位 对 然后我们带他问完之后 请老法师综合回答 尊敬的老法师 很荣幸啊 我有个问题就是 就是在我们日常的那个 工作学习过程当中呢 比方说我们 我就遇到好像 有时候很难处理好一个 就是 比如说随缘 给别人打成一片 这个随缘 还有一个就是 你要守规矩持戒 有时候被别人一拉就去了 就是那个心软啊 就是 他拉你去 可能你本来觉得 你要去 可能说我能帮你啊 我去为了帮你 但事实上呢 他拉去你去吃饭啊 去呢 结果就相当于被他们 给毒跑掉了 就是这样 我说我如何处理好 就是说 我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说 我的随缘 不执着 跟我的这个 守规矩持戒的这个 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 有时候我觉得我分不清楚 我对自己那个 要守规矩 对别人的一个随缘 不执着 但有时候我觉得 对别人和对自己 我有时候 这件事情我分不太清楚 好 老法师 我看先回答这个问题吧 守戒可以随缘吗 守一守 然后随缘不守吗 这个先回答吧 是不是守戒了 又就是不随缘呢 这个随缘呢 这个随缘呢 在佛法里面讲有四种 不变随缘 这是佛 佛不变能随缘 第二个呢 随缘不变是菩萨 随缘当中 许不变 第三个呢 是不变不随缘 是阿罗汉小城 他不变不随缘 第四个就是凡夫 随缘随缘 好 谢谢 因为时间关系还有两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功夫不着力 是不是要到寺院住一住 才会有 又会着力一点 在家里就是比较困难 功夫不得力了 到寺院里不行 寺院太高了 你用不上力 最好到汤匙 到汤匙中心去学弟子规 所以 那个地铁学学有效果 很多人到那里去 学上半个月 一个月 两个月了 真的非常得力 汤匙是一个地方 在安飞省 是一个示范 刚才法师都说 是一个示范 那就是汤匙见你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阴阳眼的问题 这个事情呢 在现在 特别是乱世 不但在国内 我们在国外 见过很多 所以有通灵的 有鬼神附身的 这是真的 都不是假的 我接触了很多 特别是什么呢 这个 我们要注意的 就是这些灵媒 传来的一些讯息 有些可以做参考 我们要用理智去判断 或勤或离或法 我们可以做参考 那至于解决 像这个灾难 化解灾难的方法 它要提供什么方法 这个不能听 这个要听的时候 你就被鬼神控制 你就被他利用了 那就错了 你这是被鬼牵着走了 这不是有智慧的人 所以一定要用正确的理论 要用智慧来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接触 因为灵媒传递讯息 我就收到了很多 可是我们一定是用 大乘佛法来解决问题 那我们也很感谢他 他提供我们这些参考资料 可是我们不可以听他摆布 听他摆布 这就绝对错误了 所以这个东西是有 这叫幽民间是有 这六道马 那我们为什么会把这个能力失掉了呢 这就是我们的烦恼吸气太重 所以说 你如果真正能够把 我们讲的说 最严重的烦恼是执着 执着能够降轻 这个能力就能恢复一点点 那就是这样 这个阴阳炎就会出现 别人看不到东西也能看见 这是很小很小能力的恢复 不难 真正能够好好地去念佛 念上半年的话就有可能 念上半年 念上一年的话是绝对有可能 心清静了 这个障碍就没有了 最清闲的 就是你能够看到 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这个一点不稀奇 也不要觉得奇怪 更不可以高过慢 所以有这些能力的人说 别人治病的时候会帮助人 有很多病呢 是鬼神找麻烦的 冤心在主 你平常跟人借的怨太多了 这些冤心在主来找你 你真的疼痛 那你疼痛 都是鬼神来报复你 那找了找麻烦的 你了解的是要给他化解 像我们念佛回向给他 诵经回向给他 做善事回向给他 他就走了 就离开了 离开了 你的病就没有了 所以病的来源有三种 第一种是生理 我们的饮食不足以 这个是衣服穿着 做凉了 所以这是生理的病 这种病找医生 医生能够治这个病 第二种就是鬼神缠绕 这个病医生治不了 医生没法治 医生就诊断没病 其实他有很多毛病 是鬼神找麻烦 那要调解 所以佛法的时候 他善于调解 他接受了 大多数会接受 接受之后他就离开了 你病就好了 还有一种例子 一夜长病 那个没办法 是你自己做牛沃死做太多了 做坏事做太多了 所以这个叫业 业障 这个都不是缘情 不是鬼神来找你 也不是生理 是你造作的业太重了 那么这种病的时候 还是有办法解决 真正忏悔 断卧修缮 改过自新 还是能恢复 所以没有治不了的病 你要懂得病的种类 用什么方法 这个业障病 能够治的时候 其他的病全都治掉了 真正能消除醉业 纵然有这些冤心债主 他也很佩服你 你能够改过自新 你是真正好人 他也不忍心害你 所以老法师 跟您多学习 清净善知识 鬼神也会远知 对不对 对 好 谢谢 那这里呢 特别特别感谢 金空老法师来到香港 为我们说法 我们再以最虔诚的掌声 谢谢老法师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晚上再见 明天晚上再见 好 请各位起立 恭送老法师 以及两位老师 钟老师以及胡老师 请各位起立 请各位 这个 请各位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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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mark明 请Take 请客